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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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母三年前逝世后 李燕秋写下了近千字诀别文 吊念母亲 文里最后一句 谢谢妈妈 道尽她对母亲深深思念 未料 李家二哥李金水 今年初向妖妹李燕秋等手足提起遗产分割诉讼 正由桃园地院审礼中 扯的是李家官司还不止这桩 李金水早在三年前就指控大哥李金贵 大嫂无碍珠盗领母亲百万遗产 讽刺的是 李母逝世前几乎全是李燕秋与李金贵照顾 李金水嫌少分担责任 李燕秋看不下去 亲自出庭 证明大哥所领遗产都是用在支付母亲丧葬费用 一传媒iwake 寻现找到李金贵 大哥对二弟颇有微词 愤愤不平地说 人在做 天在看 这起遗产纷扰 恐怕短期难以落幕 一传媒iwake 电访李金水时 李金水先装傻撑 转到桃园去了 接着避重就轻的 模糊焦点 还跳针说 我是没什么可说的了 不谈这些 不说这些 他们怎么说就怎么说 我没什么想法 媒体报载 李燕秋上头有四位哥哥 分别是大哥李金贵 二哥李金水 三哥李金台 四哥李建雄 李燕秋的父母在战乱时来台 因李父住房经门 李母身为军人之妻 独自含辛如苦 将五位兄妹拉扯大 但公家配发粮不够 五兄妹有正直发育阶段 一家人只好吃地瓜叶果腹 如今李母逝世后 李金水为遗产提告 似乎没有把过去同吃大锅饭的手足当一回事 看到这儿 你有什么自己想说的呢 快在下方评论区留言吧 其实李燕秋的是 想必各位在各道网站上已经看过更为详细的报道了 这行也不过多的赘述 接下来 我们看看小人物家的家庭纠纷 看的过程中 记得发表自己的看法哦 也希望文中律师的处理方式能给您带来启发 母亲过世后 妹妹告我要独占遗产 妹妹 在母亲过世后怒告王先生 争取巨额遗产分配 然而 这笔遗产是她母亲在生前另外赠予给王先生的遗产 是什么样的原因让妹妹急欲争取遗产分割 这个故事 期盼未来每一个家庭都能在照顾遗产分割上能妥善安排 家和万事兴 也能让人省思 家人之间的照顾与付出到底价值几分 接下来 是以张律师的口吻来叙述的 王先生常年因工作被外派居住在国外 昨天打电话进事务所约咨询时间时 还特别提到 因为只会在台湾待一周 因此希望能帮他安排这两天的时间会谈 因此今天一早就和他在事务所见面了 王先生您好 昨天电话中 您只提到有继承的问题需要协助 请问是继承遇到什么问题呢 我问 张律师 其实是我收到法院的开庭通知单 我妹妹告我要分妈妈的遗产 通知单上写下个月开庭 但我不会在国内 因此我想请张律师帮我处理 说着说着 王先生就把法院的开庭通知书 递给我了 我接过来一看 暗游确实清楚写着分割遗产 我便接着问 王先生 请问你母亲在什么时候过世的 遗产税有申报完成了吗 因为如果没有申报完遗产税 拿到国税局的免税或者遗产税缴清证明书的话 继承人们是不能提起分割遗产诉讼的 有的 我妈妈在去年过世 遗产税已经申报完成 有拿到遗产税缴清证明书了 张律师请看这份文件 我接过王先生递给我的遗产税缴清证明书 稍微看了一下 上面申报的遗产 主要是银行存款 股票 并没有一般容易造成继承人们分配意见不合的不动产 因此我又向王先生提问 看你母亲的遗产还算单纯 请问你们的父亲还在吗 你要有几位兄弟姐妹呢 问这些问题是在理清继承人到底有哪几位 我父亲十年前已经过世 我只有一位妹妹 就现在要告我的这一位妹妹 这样初步看来 已故王妈妈的遗产状态和继承人都很单纯呢 为什么妹妹要告哥哥 而无法用协调的方式谈遗产分配呢 妹妹提告之前有和您谈过吗 从去年妈妈丧礼办完之后 我们就有陆陆续续的在谈 对于妈妈的存款和股票 我们一人一半 都是没有意见 可是妹妹坚持要求 之前妈妈生前赠予我的钱也要算遗产 她也要分 我不同意 所以我们就一直没有达成共识 而我这次回来台湾 就看到家里信箱有招领邮件 我去领之后 没想到竟是妹妹告我的法院通知书 看来 这笔王妈妈生前赠予给王先生的款项 就是今天二人意见相持不下的原因了 母亲把遗产赠予王先生背后的意义 请问张律师 我妈妈之前给我的钱 妹妹真的有权利分吗 王先生急切地问道 再仔细地看了一次 遗产睡觉经证明书 上面确实有记载一笔 死亡前二年内赠予财产 核定价格一百万 虽然依据遗产及赠予税法规定 这笔母亲赠予你的现金 您和妹妹当初在申报遗产税时 必须并入遗产总额申报 但基本上 母亲赠予给您的财产 就已经是您的财产了 我想王先生解释 可是我妹妹之前说什么 民法有修法 死亡前两年的赠予 继承人都可分 王先生急着找出 他和妹妹之前的LINE对话 记录给我看 我想那是您妹妹误解了 他提到的可能是 现在的民法第1148-1条的规定 继承人在继承开始前两年内 从被继承人受有财产之赠予者 该财产视为所得遗产 前项财产如以转移或者灭失 其价额依赠予时之价格计算 不过这个规定 法律的立法理由和法院的看法都认为 是在保障被继承人的债权人的规定 是避免被继承人生前 把自己的财产都送出去 导致申雇后 债权人的债权反而没有办法获得清偿 而继承人们之间 彼此是不可以主张依据这一条 要求其他继承人 把生前接受的赠予 又计算回来 应计遗产当中的 那么我就可以放心了吗 王先生听完我的解释 好松了一口气说 是不是可以放心 我还要跟您请教 当初母亲为什么要赠予您 这一笔一百万元 我没有问过妈妈 但是这几年 妈妈退休没有继续工作了 我都是从国外寄钱回来 给妈妈当生活费 前年 妈妈诊断出肺腺癌末期后 某天妈妈只告诉我 他有会这笔款给我 叫我好好照顾自己 听着王先生缓缓道来 我可以想象 王妈妈当初对于儿子的生活 放不下的那份心情 王先生 请问你结婚了吗 我忍不住开口问 或许王妈妈是担心 儿子身边没有人可以互相照顾 我还没结婚 王先生说 那是了 我可以理解 你母亲当初 汇款时的心情 她可能想 您身边还没有个伴 至少多留点钱 可以照顾自己 此外 民法是规定 如果当初 你母亲是因为 您要结婚 分居或营业 才赠予财产给您 那么今天妹妹 可以要求 把赠予价格一百万元 加入英计遗产 到时候分遗产时 从您的英计份扣出 但是今天听起来 不是因为这三个原因 您母亲才赠予财产给您 因此 您妹妹就没有权利 这样要求了 听到这里 王先生才真正放松下来 当初母亲生病后 是由谁去照顾她呢 我问 那时候因为我的工作在海外 比较不好请假 所以我主要是定期 回来看看妈妈 但我有存款 请妹妹帮忙照顾妈妈 我其实也很感谢妹妹 在最后的时间 花了不少心力照顾妈妈 你们没有请外籍劳工看护 或者照顾服务员来协助吗 我想台湾多数家庭 至少会请外籍劳工看护帮忙 妹妹长期照顾着 都没有耶 是不是妹妹现在觉得 她对妈妈付出的比较多 所以对于妈妈 有另外给我一百万元 心理不平衡 其实这几年 我有听妈妈说 妹妹三不五时 会因为先生工作比较不稳定 来跟妈妈要求金钱协助 妈妈也有资助她了呀 那些我都没跟妹妹计较了 说到这儿 王先生似乎有些 愤愤不平的情绪上来了 王先生 我想我了解目前 您和您妹妹在心理上 僵持不下的点在哪里了 对于您提到的照顾情况 你们二位有不同的立场 也很难说谁对谁错 我对他说 张律师 那后面的法律程序 就请您协助了 好的 我想诉讼程序 我们还是一样进行 这中间我会尽我所能 看看是否有机会 透过双方谈和解 来把这个解打开 许多遗产纠纷案 源自于继承人们对于自己 及其他继承人对被继承人 与这个家庭的付出质量 认识颇有差距 到底你我的付出 一分值多少 什么叫公平 是一个在继承人们心中 难以解开的结 而常常呈现出来的 就是征产诉讼了 这不是只是有钱人的专利 而是你我身边 一个个活生生的真实人生 因此 我通常建议家属们 当家人因生病 失智 失能等情况 需要长期照顾时 适度地 请专业的相关人员来协助 例如 照顾问题 请照顾服务人员协助 财产问题 请律师协助 以避免被照顾者上天堂之后 继承人们间的一场因照顾过程 彼此不愉快而产生的心结 所引发的遗产大战 在人间法庭展开 我相信 这也不是在天堂的父母 所希望看见的 对于这一切 屏幕前的您 有什么想法呢 快在评论区留言吧 觉得文章不错 记得转发给自己的家人朋友 没有订阅的朋友 也请点击订阅按钮 志恒非常需要您的鼓励和支持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